國際媒體還報導 拜登政府要求賴清德 必須要說清楚 講明白 對此前外交官就痛批 賴清德這一回是撞上了卡車 已經觸怒美國 台獨金孫賴清德脫口說 政治目標就是讓台灣總統走入白宮 金融時報報導 美國智庫專家說 賴清德說法只會加深 美方疑慮 外交專家也嘲諷 這白宮夢還沒見到拜登先撞到牆壁 柯文哲批評他說 你是要去白宮做外傭 我還覺得客氣 要當總統的人居然以進入別人的辦公室為榮 我覺得那個感覺就像是一個奴才 你根本就是一個赤殖民地思想 正次你為分幫幫主 這樣你就很爽 外交部和總統府澄清說外媒報導 沒有美方疑慮這回事 但金融時報的撰稿記者大有來頭 他是大中華特派員習嘉玲 早在2011年就曾報導 歐巴馬政府懷疑蔡英文 若當選總統會影響美中關係 甚至今年2月也提前掌握 吳釗希和顧力雄將和美國高層在華盛頓會面 而這些消息總統府也從沒否認過 若這回金融時報真是爆假新滾 為何民進黨完全沒抗議 習嘉玲其實跟蔡英文的關係好得不得了 他其實是代表白宮 等於提醒賴清德 你不要再跨過這條線 但看賴清德的夢境 是想進白宮網友炸鍋怒轟 選總統的目標是進白宮 不是服務百姓 那台灣人算什麼 搞了半天你終極目標是要 討好美國當美國人士吧 專家也嘲諷別說白宮了 這會恐怕連過境美國都會被冷處理 絕對不會給賴清德一種好的待遇 美國已經講了 他不會在台灣的選舉中選邊站 加上賴清德不斷的拿美國 作為他選舉的工具的 那美國更會小心 更有人擔心 若主張台獨賴清德當選 戰爭是不是離台灣百姓更接近 並沒有放棄他的台獨主張 他的任何一舉一動 都是會要台灣老百姓為他付出代價 這是戰爭的風險 票投蔡清德 台灣變戰場 台獨心思賴清德始終沒放棄 說兩岸和談 卻強調台灣總統要進白宮 戰爭危機要如何平息